冰露 冰露 德鲫 冰露 冰露 下着很大的鱼 有一个猫 放很多啊 好香 哇 先什么事 现在到了 这里是 Wankov的第二大收藏的博物馆 这个地方是在Ultres 这边啦 是荷兰最大的国家森林 oh no 今天早上的车又迟到了 这边就是会把所有整天的班车 就根据时间连在这个地方 然后在哪一个平台 它是Squidder还是Intercity 如果要去的话要注意看一下那个地图 我们要下哪个山 走 走 然后刚才我们过来的时候 我们搭了三段车吧 第一段是坐我们的Metro 去到Santra Santra那边在坐一个Intercity火车 大概坐了一个小时吧 就再继续转一个巴士 现在我们要去找巴士啊 坐108号的巴士 大概坐10多分钟 就会到这个国家公园了 就是这个108号的巴士 我们以为要走很远的时候 突然间有一个小特巴士就停下来想 你可以上车小特巴士我载你去 然后就给钱就去了 这个地方为什么我们想去呢 但是因为它是 它有另外一个名字叫 繁古公园 然后它的那个博物馆就是在一个国家公园里 在那个地方其实有三个部分啦 第一个就是 Muller的Museum里面是放了很多 Muller夫妇的一些正常的作品啦 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不一样的艺术家 有比卡索啦 有修拉啦 有狗店啦 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呢 Vancos的作品 可是转起来 全部都结合出来 到了Crulemuller Museum 我们现在要走进去营业啦 是 因为它这边路口 本来是可以骑脚车 环绕这一边这个博家公园 但是就现在我们 Face After Bus在进来非常的幸福 真的太幸福了 不用骑脚车 因为现在下着毛毛的细雨 又很冷 我们现在提早来到了这个博物馆 这是第二幅来的 它做了几幅Sketches 跟两幅油画 然后这一边是第二个Sketch 的那个版本 像昨天那个 昨天那个是最后吧 那不确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在这边 这些画作之外 它第二个部分的话 除了这些画作之外 它第二个部分的话 它有一个很大片的草原里面放好他们的 installation art structure 的作品 在那个公园那边 我觉得蛮舒服的啦 如果没有下雨的话 它可以在那个公园那边慢慢地走 欣赏这些作品的东西 我们是在这个 museum的外面 因为它这边有一个公园 是放很多那些雕像 雕像的 然后我们就可以沿着这些 路径去看这些雕像跟什么的 现在下着雨 你看那个 这个要去看的 现在这个不可以参观 因为下雨 可以从远远看到啦 就很像我们现在看到的 如果是在夏天的话 你可以进去里面 跑去呢 里面可以滑滑板的山 就是好像可以走来走去 闹完了 现在闹完了 你可以解释 87号 我们看一下地图 87号在哪里 在那边 可以 所以我们现在还要直直走 这是87号的雕像 每次我们来这种 nature的地方的时候 就是下大雨 幸好这次我没有带衣衫来 比较聪明一点 这个很高 真的是很有钱 因为这边 有25个 hekt 是吧 180多个雕像 25个 hekt 大的一个公园 用来摆盘 买的这些雕像 还有他的艺术作品 放在一个 展览馆里面 听说是他的 以前的家 他把他所有收集来的作品 全部放在这个公子里面 给人家参观 在一个国家公园里面 超强 这边有一个建筑文笼 里面有很多雕像 在这里 有点像迷宫这样子 所以很特别 所以 进来走走看看 这边有一个楼梯 然后可以走上去 然后就可以看到 远处的神明 但是现在缝住了 所以没得看 下次再来吧 以后 我叫的这个是 GOOD CHEES的SANDWISH 我觉得蛮不错一下的 因为它的GOOD CHEES很香 还会点点蜜糖 这样子的眼罪啊 很大分一下 才11块的肉 但我在网路上是看到人家说不是很好吃啊 但我觉得不错啊 如果你没有打包到食物来的话 你可以在这边参观吃 然后这个是他们的WOW MASHROOM PASTA 然后我们冬天去 你可以看到有很多 他们怕下雨或者下雪 会影响到 Sculpture 所以他们拿东西挡着 所以你就看不到很多 听说夏天的时候 会有很多小朋友过来 所以那个地方也是 可以有互动 这样子的installation 第三个部分 是一个国家森林 官网那边讲说 可以看到很多 不同种类的动物 就是有那些 狼啊 还有 那些 土生的 那些 动物在那边 这样子 所以今天我们 因为下雨 全部动物都在家里面 没有出来 看不到他们这一次 来这里是可以免费 他们的白色脚车 那好像有几种不一样的吧 有一些是大人骑的 有一些是小朋友骑的 脚车那样子 他的脚车的脚呢 他本来平时我们踏脚车 是真的往前趟 如果你的BREAK 你就往后推 他就会停下来 所以有些人会不习惯啦 如果你 或是人会骑脚车的话 就要小心一点 但是要不然的话 这脚车是 可以骑蛮快的 我发现 就不需要踩很大力 他就可以往前冲很快 所以 我们就在雨天中 骑了一个 可能5分钟 还是10分钟 这样子吧 现在我们去叫做 来这个国家的动物园 现在下着很大的雨 好漂亮啊 这边就是一个国家公园的啊 国家公园的啊 公园里面的 那个什么 所以这边就是会有一些 野生动物咯 然后 可以看到这边就是 平原 真的吗 好吗 所以我们现在要骑回去了 因为 又下越大雨了 现在太冷了 然后又越来越冷 OK啦 我们现在回去了咯 拜拜 拜拜 整个试完 好冷啊 我的手要关了 如果你们要来的话 Junoffer下雨的时候 起来这样 这样我们这样 可以沙拉一下 但是也是很刺激啦 我的手整个 你看 这个应该是 好像洞上了咧 现在我要去 戴手套了 回去 抹干一下 我们要去 打车了 要回去了 那就是我们的车 如果你过来这边的话 人这个车就可以了 刚才咯 我们在Museum那边 是不是出来的一个站咯 是没有什么人的 它那边写着 3点43分 会有一辆 Van车筋 就是可以打 那个Van 在3点43分的时候 准时到达 真的是 有被他们吓到的样子 但是火车没迟到的 没有用 火车就是有点迟到 但是那个Van车 就没有被吃了 现在在这个 Ari-Kunikum这边 在这一个站 然后我们准备要去 回 Amsterdam Central 我们住在 Amsterdam这边 然后我们是 去的时候 我们是一个 day trip这样子 接下一个小时 如果可以的话 可以选 别的季节去这样子啦 冬天的话 可能会遇到很多 不好的天气 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还是会想要来 这个 国家公民 在 鸡脚趴的 看看这边的东西 在我们要 room tour给大家 Hotel的名字叫 Tribe Amsterdam City 它走的路线是有点像 年轻 modern一点的风格 看一下我们的房间 所以我们住了三天 也是比较 直到这个房间的一些状况啦 才room tour给大家 这样子可以看到一个 可以 可以 不要让人家进来你的房间 这样子 所以你可以放这样子 人家都打开不到门 这样子 我觉得这个设计很好啦 看我们的 厕所 厕所的话 你打开 你就可以看到一个花沙的窗凉 的地方 这边有一个很大面的镜子 以前这个是大炸镜的 这边的话就是有一面镜子啦 其实里面呢 内有乾坤 有一个 烫头 还有laundry bed 那样子 还有一个吹风头 那样子啦 蛮齐全的 这边 慢慢走进来 一个蛮大的一个房间 这一个房间是 230个square feet啦 我觉得这个 这个size的房间是蛮舒服的 就可以打开 行李箱啊 走动 方便啊 也比较宽敞一点 使用的那些 椅子啊 物质啊 都是蛮 有创意 还有一些 设计的元素在里面的啦 你看走进来的话 就会看到一个 很特别的人的 倒影这样子 还有一个 一个 一个灯的样子啦 那边有一个 梳桌台哦 其实就 蛮不错啊 因为你可以放很多东西 有时候你要拿东西也是可以啦 这边有一个电视机 那样子 我比较喜欢的是 他们这边的房间 有很多可以挂衣服的地方 因为好像你 好像我们现在在冬天 很多衣服要穿上去 所以你每次拖下来 就没有地方放 它这边有一个很好的 一个hanger 让我们挂我们的衣服 就不会摆得很弯 来到这边的话 就有一个小小的pantry啦 我每次回来过后 就会从一点 热茶 还有咖啡来喝 其实蛮不错的 以下的话就是会有一个 小冰箱 跟一个保险箱 所以我鼓励大家 如果你出门的时候 还是尽量的要把 灰重藕饼 放在保险箱里面 这边是我最喜欢的部分 他们有很多很美丽的椅子 这个椅子 还有一个小灯 还有一个非常舒服的椅子 真的很舒服的椅子 每天会过在这边 架手机啊 就会很舒服的感觉 所以这个房间 这个早餐真的很丰富 我们就简短的介绍一下 他们的早餐有什么 还可以自己做配音箱 大家早安 这边的交通就是 这边有一个车站叫Nord的 走下来大概一分钟到两分钟 就可以到这酒店了 附近又有那些公司店 所以你可以到附近那边 可以买一些熟食来吃 去Centra的话只有两张 就很好 这酒店就是 性价比超高 推荐大家来这间酒店 所以如果喜欢我们这支影片的话 记得按赞 订阅 分享 还有按这里 这里的小铃铛 我们下一支影片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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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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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